嗨, girls and boys,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老师要给大家讲戒词,戒词in,on,under,near的用法,这些戒词呢,都是表示方位的词,好,同学们,在开始之前 老师带大家看一张图片,这个是一个特别漂亮的房间,我们看房间上有花瓶,桌子上放着花瓶,地板上放着垃圾桶,桌子旁边有一把椅子,我们看这只小熊在柜子里,我们这些是不是都 跟这些方位的词有关系呢,好,同学们,现在就让我们具体学习一下这些方位的词的用法 我们看第一张图片,这是一个大的鱼缸,这是a fish,这是一条鱼,说这条鱼在鱼缸里,我们用借词in表示在什么什么的里边,我们用借词in,一个i,一个n表示in在什么什么里边, 我们再看这张图片是一个桌子,桌子上边放着三个苹果,我们说在桌子上,苹果在桌子上,在什么什么的上边,我们用借词o来表示,o表示在什么什么的上边, 好,我们再看这张图片,好,我们再看这张图片,好,我们再看这只懒洋洋的小狗,它在桌子下边,它在桌子下边,干什么呢,呼呼睡大叫,我们说狗在桌子的下边,我们用借词under,under表示在什么什么的下边, 好,我们再看这张图片,好,再看这张图片,这是两把椅子挨在一起,其中的这把椅子在这把椅子的旁边,表示旁边的时候是两个物体挨在一起, 说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的旁边,旁边我们用near,near来表示旁边的意思,好,同学们,跟老师想一想,表示风味的借词都有哪些都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说呢, 我们说鱼在鱼在鱼缸里游泳,在鱼缸里,在什么什么的里边,我们用in表示里边,我们说苹果在桌子上边,我们用on来表示上边的意思, 还有一只狗在桌子底下,睡懒觉,我们说在什么什么的下边,我们用under来表示下边的方位词,还有最后一个,我们学了两把椅子挨在一起,其中一把在另一把椅子的旁边,我们说在它的旁边,在它的附近, 我们用near来表示旁边的意思,好,同学们,大家现在跟老师一起看图,完成下边的句子,我们看第一个句子,可以看出,这个老师站在了黑板的旁边,我们用借词旁边怎么说,near,right? 有near来表示旁边的意思,near旁边,说the teacher stands near the blackboard,说这位老师站在黑板的旁边, near表示旁边,我们再看这张图片,哇,这只小猴子好淘气啊,他把自己装在了一个箱子里边,我们说快看快看,这只猴子在箱子里边,我们说look,a monkey is,在什么什么的里边,我们用in来表示里边的意思, 我们说,look,look,a monkey is in the box,一只猴子在箱子里边,我们用in表示里边的意思, 我们再看这只小猴子,我们再看这只小猴子躺在地板上,我们说在地板上用in来表示,看这个句子,a cat sleeps on the floor,这只小花猫在地板上呼呼睡大觉,我们用in来表示, amosin Clicking a couple of words in the New year,看这个句子, 只是在什么什么的上边,看下一个,這是一只小兔子,它坐在树底下,我们说IL-比如说,在什么什么的下边,用in palavra under Under来表示Under Under表示在什么什么的下边 好,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回忆一下 我们今天讲了几个表示方位的借词呢 我们看第一张图片 这是鱼在鱼缸里游泳 在什么什么的里边 我们用借词in in表示里边的意思 我们再看这个图片 是两把椅子在一起挨着 我们说一把椅子在另一把椅子的附近 在另一把椅子的旁边 我们用借词ne 来表示附近旁边的意思 我们再看这只蓝狗 它睡在桌子底下 我们底下用Under Under来表示在什么什么的下边 我们看最后一个 最后是三个小苹果放在桌子上 表示上的意思 上我们用借词on来表示上的意思 好同学们 这就是老师今天给大家讲的 in near under or 四个借词来表示物体的位置 好同学们 大家掌握了吗 好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拜拜 拜拜